最近政府是不是有党疫苗一事 闹得轟轟烈烈 甚至陈时中还秀了一首麦克风漏音 蔡政府也在强调他们有采购 没有党疫苗的情形 那就让我们回顾BNT疫苗的采购过程 2020年10月 台湾东洋传出可以代理BNT疫苗的消息 然而指挥中心觉得3000万剂数量太多 表示无法只押爆一种疫苗 此后就不断鬼打枪 一直出现已经取得BNT 可以从COVAX取得疫苗等等消息 但全都只是消息 这阵的疫苗一直无法拿到手 去年5月 疫情大爆发后 BNT代理上上海复星表示愿意提供疫苗 但是行政院以政治考虑回绝 随后开放民间买疫苗 郭台铭表泰会申请 隔天指挥中心就把BNT的紧急授权下架 6月2号 陈时中更以缺原厂授权数为由 驳回郭台铭申请 6月8号 苏生昌也直接泼冷水 他手上没有疫苗啊 他要买到疫苗啊 你让他进来 他是保证可以买到500万剂不是吗 他买不到吗 对啊 6月18 郭台铭发文抗议蔡政府技术性拖延 并邀请蔡英文当面交换意见 之后先前的障碍就完全消失了 6月25 行政院就签署法律文件 9月2号 第一批BNT终于抵台 相对于BNT曲折的过程 高端疫苗反而简单很多 高端在20205月 和美国国卫院签署合约 取得相关抗体 平台及专利等权利 在当年12月宣布进入二期试验 隔年6月公布二期试验其中报告 然而在二期公布的前几天 高端就宣布与外服部完成采购合约 采购500万剂高端疫苗 然而这个时候的高端 保护力和对人体的副作用都完全未知 此时外服部大胆采购 和之前不敢压保BNT的样貌 相差甚远 最后在当年的7月19 就通过紧急授权 8月23就开始全面施打 然而跨越一年后 高端都无法提出报告 证明第一第二剂 施打高端的保护力究竟是多少 相对BNT花一年的时间采购 高端包含研发 试验到最后的施打 也是花费一年的时间 而且不顾科学数据尚未证明有效性 就在蔡政府的护航下 强力推出给民众施打 这样一比较下来 政府当时有没有挡BNT疫苗 就已经很清楚了